Hello Hello 我是大王 今天又再錄一段短片跟大家講一些新聞類的話題 今天的新聞是有關一隻Game Engine 就是叫做God Dog 這款Game Engine 如果大家有印象 在那時 Unity 的收費風波那時候 是多了人去轉用的一隻Game Engine 因為它是免費和 Open Source 所以開始就越來越多一些遊戲開發者 都會去使用這隻Game Engine 但是這款的Game Engine 近來就捲入了一連串的風波 亦都有一些嚴上事件 而且基本上都是沒有東西找東西來搞 自爆的一個形式 跟大家說一下什麼事 源頭 首先就是有關 在2024年的9月26日 話說有些網民們 就在網上 在Twitter 討論另一款 都很有政治正確那種正確味的遊戲 有機會再講那款遊戲 都挺多搞笑的 就講開講一下 講到說 其實這個Game Engine 是不是都會有work的 這件事 是不是有沒有哪隻Game Engine 是work的 類似這樣的話題 我都知道 越講越迷利 它說話說得 但是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它提一下提一下 提到Game Engine 和work的這個話題 即是覺醒的話題 也是大家相信 後來 Gordor他們在Twitter上 就是 類近回應 那些討論 因為 都多人說這件事 即是Game Engine 和 覺醒那件事 所以 Gordor他們自己 就跳了下去 這個泥漿裏面 又出了一個Pose 在9月27日的時候 就說 我們的Game Engine 是很覺醒的 類似這樣的意思 就說 不會投訴任何關於覺醒的東西 所以 大家就不如 展示一下一些 你們製作出來 一些很work的 很覺醒的遊戲 給我們 還要把自己的名字 叫做 不是Gordor 現在叫做什麼 Vordor 現在是Vordor 還是怎樣 節越搞越瘋 你想想 多瘋 你明明在宣傳自己的品牌 你把自己的名字都改進去 真是好 你以為這件事 古怪一點 無緣無故跳下去 就說自己什麼覺醒的東西 甚至很多人都會想 其實 Game Engine 可以說是一套工具 就是這樣比喻 其實你是一套工具 你沒有必要去 說自己是什麼定位 你這一套是好用的工具 那些開發者們 創作者們 到時候 怎樣使用你這一套工具 去製作他們的成品 去表達他們 一些開發者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無論是什麼 什麼概念 都好 什麼理念 都好 只是你是工具 別人是用你去表達 他們想表達的東西 那你是一套工具 就是用開發的工具 你沒有需要跳下去 這個泥漿裡面 去搞一份 當然有些人想 會不會 宣傳上 就好像想 會不會多些人 可能 你很活的 你很活的 你很覺醒 你多嘴容 他可能想玩這個傷法 但是 老實說 你跳下去 這個近來 都叫做 很 很燙手珊瑚的一個議題 或者有時候 都很容易驗上的一個議題 那 一顧之前的反向 都是有正面有負面的 後來 就多了一些 的 Game Developer 就會去回應他們 就說 其實呢 希望 你們Game Engine 不要去碰一些 可能政治相關的議題 就希望可以focus 就是 把重點放回 你們Game Engine 那方面的工作 就說 不希望他跳下去 玩一份 但是 Gorda 是沒有回應 那些 言論 沒有跟他們做任何的討論 然後呢 他就採取了另外一招 就是 直接 鎖了他們 封鎖他們 直接封鎖你們 誰叫我什麼 不准碰 不是說 不准人家 你不要搞這些 你先做Game Manager 那他的 處理方法就是 誰這樣跟我說 我封誰 結果呢 他就 封了很多人 這裏是其中一些圖 我見過 直接有些網民們 是 組織了一堆 都是貼碼給他們 blog了的 一些開發者 或者網民們 的圖 組織在一起 但是大家看到現在這張圖 你會覺得 好像 事情有時候 應該不是大家想的 這麼簡單 封鎖 後來大家發現 不僅是封鎖 你在Twitter上跟他們的聯絡 不僅是 說一句話 就封你 Twitter 即是有一些 Game Developer 本身是用他們 那套 的 Game Engine 然後是連他們的 GitHub 裡面 即是開發者 在Gordor 官方的GitHub 裡面的頁面 都被他們 寫了 搞到他們有些 Game Engine 或者有些 背景的東西 是更新的 即是去到 不是說純粹在 社交媒體上 大家談不見的 就不要談 你以為這樣 他不是 他惡到 他在GitHub 連你 在GitHub 連人 那裡 有些什麼 Game Developer 牽涉其中 其中 有一單 都非常厲害 就是他 在GitHub 連了 其中一個 Live Art Studios 的遊戲工作室 這個遊戲工作室 有些什麼特別呢 就是他們的 捐款贊助人 因為他們的基金會 形式運作 其實是有捐款給他們 而且他捐款 捐到什麼 是去到 頭涵第二高的 Titanium 直接在他們的頁面 是有他的名字 Show 也不是說 很惡毒地罵他們 也不是 好像現在圖下面 那句 他都是說 你們都是重視在 引擎上面 不要去 重視在政治方面 一些話題上面 他都是很簡單 一句 其實都沒有 怎麼罵 大家看一句話 都不覺得什麼 但這樣就真的封了 還有 你大哥 你們是Titanium 捐款去到 都叫做 爸爸級的 我這樣叫 都被封 後來 Live Art Studios 的創辦人 就回到他們的Discord 就說 問什麼事 要求你 給我們一個說法 做什麼事 都要封了我們 然後 厲害了 首先 Tita這裡 他又貼一張照片 說他被封鎖了 然後 在Discord那邊 Discord那邊 他再給管理人 禁言了一個小時 對了 雙重受挫 而且 後來還私下 跟他說 新聞報 最近意思說 希望你能理解我們的做法 其實我猜 創辦人的時刻 能夠說的話 只能說一句 我不理解 理什麼 我怎麼理解 這件事真的太難理解 就令到這位 Developer 直接生氣到 以後我不捐款給Goddor 算了 這件事都非常厲害 後來 一段短時間 幾天內 可以說 都在Goddor那邊 是非常勇猛的 無論在他的Cheater上面 或者Discord上面 都各有一位的戰狼去把關 首先在Discord那邊 剛才就說封人禁人言 甚至 會聽得回那個管理人 後來 那個名字是找得出來的 他就叫什麼X-A-N-A-N-A-X 那樣的名字 而那位的戰狼Discord管理人 基本上是在Discord上 跟別人互罵 我看過有些劇圖 直接罵到 差不多連Amwork都拿出來 我只是不知道搞什麼 罵到 然後我見過一些 人家的劇圖 最近說 其實希望你們 只是 不要跳下去 講政治議題 就做回 真的Game Engine的工作 然後他直接罵到 他就說 你這樣說話 你就是 Toxic 你就是 Toxic 你就是 騎士 那些 又搬了 正確實色出來 應對人 在Discord上面 有那位的 戰狼管理人 就去頂住了 而 在Chika這邊 都有現在畫面的 這位 戰狼管理人 出來頂住 兩邊都有隻戰狼 厲害了 而這位的社群經理 當然 非常之快手地 不斷卸人 在玩卸人遊戲 封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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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跟他挑機 挑機那裡的照片 我不會貼出來 因為我怕會吊聲值 他無故貼了一張疑似是他在充鎖封鎖的照片 當然只有頭 你不要想全身出來 Tweeter可以這樣彈出來 他又不是 我也不想再研究下去 他貼了一張照片 總之好像是挑 ASMONGO機 跟他說 古怪的內容 ASMONGO 真的貼了一張在浴室內的照片 那些是以前拍片用落的照片 就放上去 整件事都 好奇古靈精怪 因為那些實況主也有 去講這件事 也有分析這件事 有什麼問題 整件事有多麼瘋狂 所以他就這樣去挑 ASMONGO機 而後來他回去了 他就還有現在畫面 這裡的內容 當然現在這些Pose Set 就全掉了 甚至他們有相關人事的Twitter 現在都設定了非公開 所以這些都是 我這張圖都是看 ASMONGO的剪輯片 裡面找得出來 他類近的意思是 現在我猜不到你會 這樣回我 類似什麼意思 然後說 現在我們FACE TO FACE 你知不知道 你經常用別人的事 做什麼Drama 去做Content 其實呢 你不是 Not really doing anything good for the world 你這樣做 對這個世界 沒有什麼好處 我知道你不會認同 不過呢 我現在令到你看到了 畫得很厲害 這些 這些正確戰狼也是厲害的 而在他們一連串的 戰狼式操作 這樣經過之後 Gordor的形象 可以說是迅速地崩潰 我用到這個字了 而多數這一類的新聞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看一看 有時候都很關注這一類很活動的 一些遊戲新聞的 魔獸世界的製作人 Mark Kern 大家都會再想看 到底他有沒有什麼資料 說得出來 業務人士知道較多 原本他在Twitter 有意思說 其實這件事 相信就是社群的管理團隊去造成 他有時候還說 其實覺得Gordor的創辦人 都是個性較為溫和的 應該不會有什麼 做出來的 他在想會不會 現在整個Gordor 可能是被這些社群經理們 這些人去操控這件事 或者騎劫了 但是 這一段 想不到 是後來一枝的伏筆來的 在這段片最尾的時候 我會跟大家說回 那枝伏筆是什麼 然後 曾經 他們的Gordor 創辦人 有出過一些帖子 當然那些帖子 後來都是非公開了 現在看不回 那些帖子的內容 類近 就是說 自己未必想牽涉在政治方面的議題上 可能覺得 就算觀點不同 大家互相合作 也知道大家對社群經理的反應 就說都不要違反目前的規定 如果覺得是被人錯誤封鎖 請你聯絡官方 這樣說 但是 事情又繼續發酵下去了 去到 9月30日的時候 那裡就出了一篇 可以說叫聲明 這篇的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聲明 其實真的 就出了一篇聲明 有兩張圖 前後兩張就說不同的東西 首先說第一張圖 第一張圖 內容大概就是 上星期五 我們又出了一個Tweet 意外地引發了一些人對我們的員工 和社群的騷擾浪潮 其實看到這句 你也聞到一股味 然後說 我強烈譴責這個行為 然後說 大量負面的互動 令到我們的管理工作不堪重負 在試圖保護葛多社群的過程之中 我們錯誤地封鎖了一些 從未參與封鎖的人 我們就說 對這些管理行動是負全責的 如果你認為自己被錯誤封鎖 而且你沒有違反我們的行為準則 請你通過以下的連結 放在reply那裡 然後就說 我會迅速去糾正任何的錯誤 我們堅持我們的使命 保持我們的社群的空間 遠離仇恨 遠離歧視 還有遠離其他有害的行為 有毒性的行為之類 大概說這些內容 某程度上是指著人來罵 不是說自己管理得不好的 就說很多人搞鬼我們 雖然我們就封人 但有時候不小心封錯人 不好意思 現在差不多這樣意思了 然後他們就還有另一張圖片 這張圖片 就是招呼他們Discord社群管理員 他就說 強烈譴責Discord管理員的 一些有害的言論 然後還說 他其實是非官方 Goddor相關Discord伺服器的管理員 也說我們澄清一下 這個人其實 我用這個字 這個人其實不是我們 Goddor基金會的僱員 或者是發言人 然後說 作為一個組織 我們會有自己官方的Discord伺服器 亦都是由我們的團隊去審核一些新的志願者 一起管理的 其實這篇 因為我們始終不是有去Discord那些的人 我們都是花生友 但我看到這篇 又覺得很古怪 到底是 本身你們沒有公司的Discord伺服器 所以就有那個非官方的 照用著 還是 根本那個是 現在你說那個非官方 你開過另一個當系 他還要說明是 請一些新的志願者去管理 你本身是有還是沒有呢 那個是官方還是非官方呢 是不是本身現在不是呢 都很混亂 很古怪的 這件事 當然 搞了一大輪 去到這篇的所謂聲明 其實 本身這件事老實說 我個人覺得 其實 你說你是屋的 你就屋飽去吧 你喜歡這樣說 你有那個Pose做宣傳的 你喜歡用 不就用 不用就不用 其實 某程度上 可能這件事未必要發過這麼大 但是 全靠他這一連串 又撈人 又罵人的操作 就令到這件事 由本身不需要什麼道歉性 就無緣無故 變成要道歉 因為其實這件事最初 如果他跟別人說 希望你們 Focus在Game Engine的工作 就不要去 Focus在政治上的事情 原本是這樣 其實你就算不認人 這件事可能過幾天就完了 但是 你就罵人罵人 罵到這樣 又封人 又封人 連結合都上不到 一連串的事情 就變成 大家覺得 你應該要交代多一點點 還有 是不是應該要道歉性 那些事情 不如 在後來 加上這篇聲明之後 大家覺得 不是 你還在罵我們 你還在罵人 那樣 那個誠意是完全沒有的 說什麼封錯人 那些事情 所以 都覺得 非常之差的感覺 也是這樣 大家都記得 其實Gordor 本身是一隻 Open Source的軟件 就是Open Source的Game Engine Open Source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 用到它的東西 然後去製作一個屬於你的版本 你的分支出來 最簡單的解釋就是這樣 也是這樣 經歷了這一次的事件之後 Gordor就多了一個分支出來 就叫做Red Dot 或者有些人讀Red Dot 有些人讀Red Dot 我跟他之前Gordor的讀音方式 我叫他Red Dot 如果讀錯就不好意思 就多了一個叫Red Dot 就說明了 他是Gordor的分支 就會開始運作 而且他還是 一開始的時候出來說明了 他們的立場就是 推廣遊戲 和Engine 和社群的成員 就是可能有哪些 的成員 是用他們的Engine 他們又去 推廣別人 類似是這樣 我相信的意思 也都說這個賬號 即是他們這個 Cheetah的賬號 不是用來宣傳任何人的政治 或者宗教理念的平台 也都說 如果你有某些理念想去宣傳 就請你使用這一款分支 然後就拿去製作遊戲 然後就隨你自己所想的去運作 大概意思是 他們應該說他們不會觸碰什麼政治 或者宗教方面的東西 就去做回Game Engine 那方面的分支 甚至有些說法 他們是想提供一個環境 就是你不用管什麼 活不活的東西 不用管這些東西 總之這個是Game Engine 它是一個 給大家用來開發遊戲的工具 你就用它就行了 不用有那麼多東西擔心 就給大家一個空間 不用有那麼多政治的牽涉 在裡面去用一套Engine 會這樣說法 當然啦 一出來之後 你不知道是Goddor本身的人 還是Goddor的支持者 所以呢 Red Dot其實後來都是被攻擊的 例如他的Discord 曾經說不可以再加人絕 因為那個Discord 也有些人進去搞事 有些人進去做Troll的行為 去裡面搗亂 所以呢 Red Dot都有他的事情要去面對 要去經歷 當然你說Red Dot這個分支出來的Goddor Engine 到底他好不好用 或者他之後的表現是怎樣 當然要看他後來的發展 後來他們的營運 不要用營運這個字 就是用他的運作的方向 要用時間說話 但是整件事你放大一點來看就是 因為無緣無故跳下去搞些什麼覺醒文化之流的東西 所以呢 就搞到多了個分支就出來了 這樣 整件事都真是古靈精怪 但是呢 正當我準備的資料 我以為呢 在這裡就可以完結了這集的節目 這樣 但是後來發覺不行了 因為我在整件資料的時候 又看到又多了一件事出現了 話說呢 剛才說有一支伏筆 就是說 其實 那個Goddor的創辦人 大家相信他其實是 較為溫和的 甚至乎可能是 根本也是被人騎劫了現在整個Goddor的這件事 會這樣想 但是呢 在10月4日的時候 在Twitter又有個帖子 就是來自Mark Kern 他就說再出了帖子 意思是說 原本大家叫他 就是 對Goddor的創辦人 就叫做 寬容點 用這個字 寬容點 寬容點 就是叫做 都未必關他的事 他說 我也有啊 我就是這樣 但是後來發覺 原來這件事不是這樣 還相信 其實那位的創辦人 有可能是整件事 類似幕後黑手 其實牽涉在內 其中一人 這樣 因為呢 雖然都是把他的 Tweeter 變成非公開 現在其實剛才那些 社群經理那些人 整班Goddor的 Tweeter 都變成非公開 不會有任何互動的了 但是呢 在另外一個 社交平台上面 這個就是我們會少些接觸到的社交平台 他這位的創辦人 Goddor那位 在上面出了一個Post 這個Post 就知道 這件事就不是這麼簡單 這個Post的內容 就類似的話 他會在 美國選舉結束之前 暫時去退出 不用Twitter 以及 X 他說幾乎 所有Goddor 在這個週末 收到的一些仇恨 其實都是來自 那些對遊戲 Engine Goddor 或者可能是 Open Source 那類的 一些資源的社區 一無所知的人 這樣的意思 大多數是一些 很一般的仇恨者 Haters 也都說 他查回Haters的個人資料 即Portfolio 查回 大多數都是一些去支持 Trump 支持特朗普的人 而且很多時候都是帶著一些很奇怪的宗教符號的人 又或者是一些頭像 去使用 和迷戀一些動漫小女孩的人 有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對這個世界來說 可能真的太過天真了 那什麼 這件事本身已經屁索迷你了 無緣無故 Game Engine 搞到一連串風波出來 然後社群經理就去貼一張沖浴相 不知道 和Asmon Go 在這裡 無緣無故 在這裡 挑去Game 異經所應 我都覺得 朴朔迷你 我用這四個字 現在再朴朔迷你 就是 那些人說你的態度 是不是不應該跳下去 一些政治議題上 或者 是不是不應該這樣 去封人發 封到人家 你又去說些什麼 美國選舉之前 我就不再用Twitter了 然後 什麼 這些haters 一個一個都是支持特朗普的 什麼奇怪宗教符號 或者用動漫小女孩 做頭像 其實 你的東西越拉越遠 搞到整件事變了政治問題 你說這件事有沒有些人 可能被借題發揮了 老實說 現在你什麼事都總有些 但是 大部分人 是不是那些借題發揮的人 老實說 感覺不是 大家只是在想 你搞什麼呢 這樣的感覺 還有說到 什麼頭像 用動漫女角 小女孩 又說 給她頂 那你大哥 你Game Engine 你會關注Game方面 可能會是喜歡動漫文化的 可能用了動漫女角來做頭像 然後被你扣帽子下去 一定是動漫小女孩 九成九可能有個用菇娜 然後她又說是喜歡動漫小女孩 九成九也是這些 整件事都說 你都很離地 那些東西 你又說什麼呢 還有之前大家 她又說什麼 她又不想牽涉到政治道 那些什麼 不想牽涉到政治 大家不同立場都可以慢慢談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那現在又發覺 原來你去另一個社交平台 又這樣說話 那這件事就越來越破搓迷你了 當然有沒有可能是她前面的東西 其實她又被人家圓家 所以現在變成這樣 但就算是這樣 也不會後面有人說 什麼人支持特朗普 那些什麼 所以都古靈精怪 那這些 可以說這隻game engine 葛珀 你猜不到一隻game engine 可以牽涉在一件這樣的事 又是因為覺醒文化 搞了這一大餐東西出來 這一連串的炎上事件 無緣無故弄到 非常古靈精怪 還多一隻分支出來 當然了 game engine 那方面的東西 可能建築者們會再熟悉些 或者可能他們的意見會有不同 我這段影片都是講一些 從一個花生有角度去看一單新聞的人的角度出發 大家有什麼想法呢 都可以在留言裡留言給我們 一起討論一下 談一下 多謝各位收看這次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你先看我 如果你也會看我 你現在的朋友 你們先訂閱 後等一下 你有什麼 我有什麼 他在這裡 你會不會 有什麼 這些影片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